在道德经中 老子把嚎啕的一空间 宇宙空间称之为道 那么道化于咱们这个万物 那么包括咱们这个人类 从大自然中来 要回归到大自然中去 那么我是显得有一个困惑 从一些宗教 还有一些 怎么说吧 你说是米星呢 也带着一点米星色彩吧 老师说是有一个人的灵魂 那么与咱们这个道德经理点 人来自于大自然 回归于大自然当中 好像是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事呢 一直困惑 到底是有没有灵魂 与咱们道德经理点 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就问这个问题 好 有灵魂 灵魂也是来自于大 有啊 来自于大 谢谢郭老师 为这人类 能够这么坚毅的理解 道德经做出的贡献 谢谢 好 很多人 只看到 有型的物质层次 认为 人 没有灵魂 认为 人 一时 什么都没 不是这样的 生命实相不是这样的 生命 实相 远远比 现在 一般人类 在学校教育里面 所学 所知道的 要更深 更奥妙 更广 所以我前面一开始 就有提到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生命实相 生命的实相 有有型的肉体 有无型的心灵 无型的心灵 你要把它称为灵魂也好 要称为 什么意识身也好 生命是由 心 有型的物质 与无型的心灵 结合 这是生命 它存在完整的实相 它 生命不会真正的死亡 它只会变化 变化 变化 你不要以为说 那这样 生命不会真正死亡 那就可以糟蹋自己的生命 好 是不会死亡 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生命 来经营 这是你的事 你要糟蹋你的生命 让你的人生过得很痛苦 那也是自己在选择 那你这一世没有好好的 利用这一世的生命 没有去种善因 没有去结善缘 好 你后面哪里会有甜蜜的果报 哪里会有丰收 不会 所以你后面呢 到越接近晚年 你就会越痛苦 死了之后 下一世还是一样 再苦海 再痛苦 如果你现在懂得多行善 多奉献 多付出 不欺骗别人 不伤害别人 多行善 多奉献 付出 你自然的 就会有越多甜美的果实 你的人生 会越来 越丰收 多行善 记得 你子孙也受益 你的下一世 也一样 都会受益的 这些跟宗教信仰无关 我讲的是 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不是宗教信仰的那些教条 不是这样 有的人他不信 他那种人 那个是迷信 我不信那一套 不信是你个人的事 真理实相存在 不因为你不信 然后就不存在 不会这样的 你不信是你的事 你不信 你造恶 不因为你不信 就没有恶报 还是一样 造恶 他就必然有恶报 你欺骗别人 后面 你就会有不好的果报 宇宙的法则 就是有因果律 你种什么因 就得什么果 这是宇宙的法则 所以希望大家 正确的理解 宇宙的法则 正确的理解 生命的实相 才不会把我们这一体 很珍贵的生命 却把它糟蹋浪费 如果你没有因果观的话 你就会 奢侈浪贿 挥霍 嫖毒 然后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你认为说 我能够 反正骗得到 我就骗 当官 我能够 能够 贪污就贪污 要知道 一切因果都不爽 不失的 它都一定存在的 这个跟宗教信仰无关 所以希望大家 正确理解之后 我们就会懂得 对我们的生命来负责 对天地负责 你能够这样 你才会 哦 真的 原来命运 掌握在 我们自己的手中 不要落入宿命论 命运是掌握在 我们自己的手中 你正确了解之后 你就知道 我以后我要得到幸福 就从现在 众善因结善缘 你才会体会到 原来命运 是 我们自己在做主啊 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啊 宇宙 天地 道 给我们的 都是 慈悲大爱 都是 非常好的因缘 都是平等的因缘 为什么有的人 他可以过得很幸福 很快乐 有的人 他却过得很 很凄惨 众善因 有善罢 好 就这样 希望大家 要有正确的因果观 好 好 谢谢大家